认真开会 民进党示范给国人看 也示范给国民党跟民众党看 把炮火对准国民党与民众党 民进党立院党团以内政委员会为例 示范什么叫认真开会 昨天也顺利的出委员会 也不惜把党团协商直接进入我们的院会 从早上九点到晚上七点半 大家认真的讨论 把这些所有的案子 所有的法条内容 一条一条逐条检视 逐条来讨论 这个才是委员会中心制 这个才是一个完善的立法 耗费十个半小时 完成三十七个法案 逐条讨论与审查 但蓝白总招傅坤奇与黄国昌 依旧从中作梗 讨论前先抽出三个法案 直接进覆二读 让绿营相当不以为然 国民党的总招傅坤奇 和民众党的总招黄国昌 竟然特别抽出了自己领衔 向傅坤奇领衔自己的提案 和民众党的提案 然后说所谓的 为了加速立法去禁赴二读 黄国昌以及傅坤奇 上个礼拜我的行为 昨天等于是彻底的被打脸 傅坤奇总招的态度很明确 我的案子不用讨论 一定要过 别人的案子不合我意 不准讨论 一律封杀 实力代表话说的酸 因为开议至今不少议案 直接打包表决 而司法法制委员会 从四月中开始 国民党在毫无正当理由的状况下 五度通过散会会议 没收讨论 再再让公督蒙 看不下去 立法院本来就是一个 高度辩证的地方 不辩证 只靠表决的部分 是让我们的民众 无法知道 争议的问题在哪里 现在立法院等于就是 做脆坏的示范 告诉我们全台民众 遇到僵局争议 就是用这种胡搞的方式 来做解决 汉化蓝白 别再滥用多数暴力 回到委员会好好讨论 让立院正常运作 胡闹不开会 还我纳税钱 民事新闻这么报道 更多精彩新闻 请下载APP 订阅民事新闻网